中国太空站第二个大型舱段问天实验舱 昨天下午成功发射升空 那问天实验舱的发射意味着中国放眼 要在年底建成天宫太空站和国家太空实验室的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 而预料中美未来势必会加大太空的博弈 问天实验舱算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体载人航天器 高度有六层楼高 重量是相当于十多辆的小汽车 实验舱内装载了八个实验机柜和22个舱外载的核适配器 那这相当于是把一个大型的科学实验室搬到了太空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 第24次的飞行任务 在历史是三个小时之后 问天实验舱在25日凌晨3点13分 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完成了一字构型 昨天下午2点22分 搭载问天实验舱的中国长征5号B摇三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太发射场成功发射 而三名神舟14号航天员也在太空观看发射 由于问天实验舱将与天河核心舱载轨交汇对接 所以发射时间非常讲究 必须准时分秒不差 因此被称为零窗口 长征5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表示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毕竟很高兴啊 长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 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把中国重量最重 长度最长 一个空间飞行器准确地送入了轨道 而且对于这么大的火箭 首次实现了零窗口发射 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来到今早10点03分 神舟14号航天员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 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载轨进入科学实验舱 之后 航天员将按计划 开展组合体制胎融合控制 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组合测试等载轨工作 并利用问天舱气爪舱和小机械臂进行出舱活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